美国似乎患有世界老二恐惧症 历史证明谁要是当上世界第二大国 那可就遭老罪了 将会面临来自世界霸主的全方位侦重 苏联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也是最惨的一个 直接被美国给搞得解体不复存在 其他几个曾经的世界老二 也都经受过美国的折磨 要么就是用经济手段压制炸单利益 要么就是借力打力从内部瓦解 这几个国家毫无疑问都被搞垮了 如今世界上出现了第五个世界老二 然而美国在针对它的过程中 惊奇地发现自己拿它根本没辙 甚至还通过一场场的贸易战 把本国经济给打散 最后还要靠这个世界老二来救 很显然这第五个世界老二就是中国 就连基辛格都直言 虽然美国连续击败四个世界第二 但中国和前四个都不一样 如果美国不重视中国的发展 很有可能最后就倒在中国的手里 你知道曾被美国搞垮的四个世界 老二分别都是哪些国家吗 中国又凭什么能够实现反杀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提到美国干掉的世界第二 相信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名字 就是咱们的老大哥苏联 这是美国唯一视为真正对手的老二 也是美国第一次投入所有精力去对付的敌人 对于美国而言 这个二战后突然崛起的红色巨物 就是美国的掌中定肉中刺 如果不彻底拔除的话将会日夜难眠 冷战时期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抗 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不小的风波 美苏两国从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 几乎所有方面都来了个竞争 为了争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位置 这两个国家也都是拼了 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确实会耍手段一些 他最聪明的一点就是发动没完没了的军备竞赛 美国不仅大力研制高科技武器 还整天在苏联面前晃来晃去的炫耀 搞得苏联心痒痒 冲动之下直接举全国之力发展军事工业 短时间内苏联的工业就发展到了空前的盛况 就连美国都没办法和他比 于是美国又换了一种方式 发动了太空军备竞赛 还搞了个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 苏联已经被架上桌子 这张牌他不得不跟 但美国有钱可以随便造 苏联却没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 久而久之就变成美国在前面飞 苏联在后面气喘吁吁的追 最终还是没追上 让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击 依旧是美国使得坏 美国一个劲的 在苏联内部宣扬资本主义制服有多好 叶利钦最终没有抵住诱惑上了 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昔日强大的红色政权轰然崩塌 被分裂成为了15个国家 苏联倒下之后 再没出现过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事实上 苏联并非第一个被美国整垮的世界第二 在他之前还有个大名鼎鼎的日不落帝国 严格意义上来说 英国才是世界第一 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综合国力直接起飞 就建立了全球性的经济帝国 然后英国人漂洋过海来到北美 在这里建立起殖民地 还帮助当地发展 久而久之当地居民开始厌恶英国的殖民 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 美国搞垮四个世界第二 为何对中国撤起毫无办法 甚至会被反杀 美利坚合众国在战火中诞生 在两次世界大战争积累财富 直接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 反观英国却遭遇了殖民地反抗 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 美国就假装好心地说要帮助英国 给英国提供了大量的资助 实际上是为了推行怀特计划 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美元霸权 曾经站在高山之巅的英镑 越来越贬值 取而代之的就是美元 英国和美国的地位也彻底调换 美国这个由英国一手栽培起来的国家 最终成为压死英国的罪魁祸首 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再也没升起来过 这不就是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 不管是一手将自己带大的父亲英国 还是自己一手扶持起来儿子日本 只要是美国觉得有威胁的 统统都会被他教训一顿 日本的崛起是在二战之后 本来作为战败国日本的处境应该很惨 但没办法人家被美国给看上了 为了遏制苏联的发展 美国决定扶持日本的重建和发展 并推动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还要打造所谓的第一岛链 用来限制亚洲各国的发展 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居然可以为了发展这么拼命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迅速崛起 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并且在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领域中拔的头筹 就连美国都快被排在后面 这美国怎么能忍得了 为了遏制日本的发展 美国直接针对其搞出了超级301条款 那条件要多霸道就有多霸道 对日本是左一个限制又一个限制 摆明了就是在欺负日本 但日本又没法反抗只能逆来顺受 受着受着国家经济就变成泡沫了 十年噩梦让日本苦不堪言 甚至到现在都没完全恢复 如今的日本依旧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美国让它干的事它不敢不从 眼看着一个世界老二都被美国搞趴下 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在一步步吞噬各国 欧洲的一些国家就坐不住了 既然单条打不过那就搞全欧呗 欧洲各国直接成立了新的经济体 名字就叫做欧盟以德法义这些老牌欧洲强国为首 别看欧盟里面的国家 单拎出来每一个都不是美国的对手 但联合在一起实力还真是不容小觑 成立仅仅两年之后 欧盟的GDP就仅次于美国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 然后又退出了要和美元抗衡的欧元 欧洲追奸形成了自己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政策 果不其然就让美国给盯上了 美国先是发动自己最擅长的经济制裁 还在搞了个军事联盟就是北约 不断加大对欧盟的压力 在欧盟内部挑起分裂和矛盾 导致一些国家吵着闹着要脱欧 本来发展势头很迅猛的欧洲 就这样被美国给打成了一盘散沙 虽然这对美国自己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为了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 美元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最后欧盟在与美国的抗衡中 实力逐渐衰落下来 美国也成功击败了第四个世界第二 不过面对第五个世界老二 美国却开始犯起了呢 中美之争谁是最终赢家 美国已经干掉四个世界第二 中国或将实现对美国的反杀 这或许是美国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觉到 自己世界霸主的位置正在被严重地动摇 进入21世纪之后 中国开始迅速崛起 实实在在地给美国带来了压迫感 如今中国在现代化建设 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GDP也稳居全球第二的位置 甚至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设置的警戒线 于是美国就开始明里暗里地针对中国 最近几年甚至连装都不装了 直接在各个领域对中国发起制裁 以为用那些老套路就能够打垮中国 但是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 却直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 恐怕会在最后关头将美国反杀 壮年时期的基辛格就曾秘密访华 那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中国蓬勃的生命里 他也算是见证了中国的崛起 直到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 和之前的四个国家都不一样 既不是靠着全世界四处殖民 也不是美国的扶持或援助 而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成长起来的 作为拥有全世界最大最为齐全的工业种类的国家 中国从来就不需要依附于别人来发展 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步伐 这也就导致美国无法轻易拿捏中国 细数中美历史上的几次交锋 都是以美国的惨败收场 抗日战争结束后 美国想通过扶持老奖来分裂中国 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结果被我党和人民团结一心给打败 后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顽强不屈的意志 让无数美军闻风丧胆 不管是上甘岭战役前赴后继的战士 还是长津湖战役中被冻成冰雕的战士 对美军幼小的心灵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他们无法想象 这些战士不图前不图权 仅仅是单纯的为了国家主权 就愿意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令全世界位置一阵 这场战争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 也让美国深陷泥潭几年内无法喘息 美国意识到和中国硬碰硬的迎面不大 于是就开始了他的老本行 也就是对中国发动作为的制裁手段 尤其是在高科技和太空等领域 美国的司马昭之心简直不要太明显 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华为给打压了 除了贸易战还有信息战舆论战等 美国甚至还想顾忌重施发动军备竞赛 结果反而被我国给忽悠了 这些年美国不停的和我国作对 导致自身的经济不断的下滑 如今美元霸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拜登上调了美债上限才得以喘息 不过很显然这个方法并不能根治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逐渐有心无力 就目前而言能够拯救美国经济的也就只有中国了 不过咱们也不能骄傲自满 中美之间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 不管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方面 美国都是我国努力赶超的方向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中国人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 将霸权主义踩在脚下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开灯了 感谢观看